第五十八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最具潛力新人獎 得獎的是 苏盈 李孟淳 淳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喜劇節奏的掌握 情感詮釋的流露 恰到好處地融合了自然與表演 鏡頭前的表現 可以看出過去歷練的端倪 個人特質極為突出 在新人表現中實屬不易 我會很激動 但是我會盡量把話講完 我成為新人 花了十八年的時間 然後因為我知道我會很激動 所以我把感謝名單講出來 就是感謝婉君這個角色 我愛你 然後也感謝醫療人員 我希望有這個機會讓他們的處境 和他們的故事可以有更多人看見 然後更被重視 然後我要謝謝我生命中的博樂 另外 柯德導演 賴夢姐導演 謝謝你 讓一個網路創作的人 全然地信任我 並且把婉君這個角色交給我 給了我很大的發揮空間 那身為這一切最資深的新人 我也想要跟所有還在努力中的演員 或是所有的重演人員 就是不要放棄 不要懷疑自己 永遠要愛著自己創造出來的角色 比任何人都更愛你創造出來的角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你 έλeker 我們來吧 勞弥昏 我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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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非常好吃的 還要玩 我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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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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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